因为武汉危险的关系 国中医学校都能够到1月25号再开校 不过结构了两个拜判断 和学校签与生产素材算小博楼 各地保障隆纪委收集 观念管政区也开动每个店呗堂口 开放蔬菜箱来和民众设置是企业团体店呗 有所要民众可以卡定位和农业出来顺问 学校能够到2月25号再开校 完成教育让学校营养5餐收购的荣誉 少了饮嘱受到影响 一大堡的收购没得起 观念管政府紧急提供媒合定工的训练 替农民倒销 那蔬菜箱的内容依据它的内容定价不同 又有400块又有700块 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整箱的 完全就只有装箱 没有各自包装的蔬菜 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做团购 那这个比较经济实惠又便宜 那可以大家一起联合采购 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所以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媒合 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短时间内大家一起来协助 我们农友渡过难关 经过农业处通计 目前还有90余董的友谊 山小路在搜告丹台小吻 农民刚才自己赚忙去买 国家上官府媒合 已经留宿接到台所勒勤 台电公司以及社会处 订阵丹目的定价 也欢迎民众赚就来团体定价 当我们上礼拜一PO出 需要大家支持的时候呢 我们一夜不到24个小时 我们就收到1200多箱的订单这样 所以已经完全超乎我们的预期这样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好几顿的蔬菜 都还在冰箱还在田里面这样 所以如果消费者愿意支持的话呢 那可以跟县府这边的单位来媒合 那来寻求这个管道 因应武漢肺炎风雨期间 物流涯者也提供幼灰的文灰 协助農民行销 让新鲜的搜告 可以安心送到消费者出众 我们第一批的话是 这个礼拜一就帮他们 送大概有三顿多的蔬菜 然后我们会先跟他讲 因为这个是比较即时性的 我们就可能原来的D加1 有先跟农民讲 到客户端会是D加2 但是过程中我们有 全省有9座专业的物流中心 我们会让它储存在 它的冷藏环境中 然后在第二天再做配送 所以一样菜还是都是保持最新鲜的 有议员参加物定港所 构新的团体和民众 欢迎报告農业出传说 五五年里数据一顺问 那是国農友需要协助 买党报告五五年里五五空转参 顺求每合堂口 记得台湾从不到